2024巴黎奥运 美国桌球女子代表团 三位选手都是华裔 其中第一个获得资格的张安 Lily Zen是奥运老将 这次是张安第四次前进奥运 也有可能是她的最后一战 这是今年2月4号 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 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WTT 美国华裔选手张安Lily Zen 击败波兰选手赢得女子单打冠军 不仅赢得她的第一个WTT支线系列赛 女子单打冠军 同时拿到直通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而这将是张安第四次代表美国队出战奥运 不知道是我第四次 但是肯定还是特别高兴 奥运会还是我的梦想 然后我感觉原来参加过 对我来说有经验了 所以我这次去肯定有 比较知道怎么准备 然后心里 I know how to handle my nerves better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这次团体能打得好 然后我们的梦想 肯定还是拿个Metal 2012年16岁的张安代表美国参加伦敦奥运会 是美国桌球国家队中年纪最轻的球员 张安回想第一次在奥运舞台上 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 我第一场就输了 Preliminaries 我感觉我一 like when I stepped outside 然后看见那些人 看见那些lights 我一下就太紧了 不会打球 然后但是 like with that experience 我感觉我现在去打肯定会 见足够了 然后就是会a lot more calm and prepared 然后希望能打得好 接下来每四年 2016里约奥运 2021东京奥运都有他的身影 今年28岁的张安 2024巴黎奥运 将是他第四次出场记录 过去12年 不论是体能上或是心理素质上 都是很大的转变 我感觉体能方便 我小时候肯定是 可能体能还是好一点 最好的可能是 like early 20s 但是我感觉现在是 靠经验 靠 like brain strategy 然后 还是 还是能 trust in myself in those aspects 过去几年张安在桌球体坛上 知名度越来越高 世界杯进入过四强 七岁就开始打球的他 启蒙老师其实是他的双亲 我刚开始打肯定球 是我爸爸妈妈介绍的 就是我七岁开始打的 然后他们是从中国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喜欢打球 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学一起打 然后可能 差不多九岁的时候 打我第一次的 U.S. Nationals 然后没想到打进 那个U15的国家队 然后从那时候就感觉 like 就是 like something I can really do and do well at and then 可能那时候就 like it became my Olympic dream 对于能够连续四次参加奥运 张安谦虚地说是自己运气很好 但更多的是背后付出的心血 他说自己一度想放弃 后来发现桌球才是医生的最爱 对我肯定有时候想放弃 因为真的是不容易 特别是小时候 一起打球 一起上学 然后感觉就是 I cannot keep up with everything 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放弃了 因为我想 因为在美国乒乓球 还不是很大的运动 然后觉得还是应该学习 然后找工作 所以我放弃了 但是我感觉大学毕业完 就是还是 like我心里没有足够 like still something in my heart that like really was missing and I feel like like table tennis like平板球 是还是我真心的爱好 对于这次备战奥运 张安说还是要靠比赛来累积经验 尤其WTT赛事非常的多 经常世界各地飞来飞去 也因此参加巴黎奥运后 外界说张安可能退休 不过她为松口 表示考虑战时休息 对我感觉 Paris打完以后 肯定要休息一下 感觉最近这几年都是准备 准备奥运会 就是我们都是要 飞飞很多打很多比赛 然后肯定就是 like everything leading up to this one moment so obviously so excited but I think afterwards it's going to be really really nice to have a break as well 张安目前是美国女子桌球排名最高的运动员 她和宋嘉瑜 Rachel Sun 住在新泽西的Amy Wong 三位华裔获得美国女子团体巴黎奥运资格 期待为美国夺得奖牌 26台记者万若全采访报道